杭州的小魏是一名外卖小哥 他反映说8月20号到一家售楼处送餐 结果把那儿的一扇玻璃门给撞坏了 他听说换扇新的可能要8000多块钱 小魏在杭州滨江送外卖 为了多赚钱 他在达达和美团重包等多个平台注册了棋手 8月20号中午 他接了一个美团外卖的订单 送到世贸智慧之门的售楼部 外卖送到后 小魏一边看手机一边往外走 撞到了门口一扇玻璃大门 这扇大门的玻璃已经都裂了 因为表层贴着膜 所以还没有塌下来 小魏说自己现在额头轻微有些疼 问题不大 想到美团外卖给他们买了保险 出事后 他就联系了大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到现场 在世贸智慧之门的售楼部 记者想向物业工作人员了解一下 并问问这扇玻璃门的价格 但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 也不能提供当时的监控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当天来现场定损的保险公司员工 小魏说现在物业工作人员希望他先垫付费用把门修好 然后再和保险公司协商理赔的事情 但他有顾虑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美团外卖公关部的蒋女士 后来收到对方文字回复 蒋女士表示如果物业方提供8500元的维修单据 他们会如数赔偿 如果在没有单据的情况下 那么保险公司根据门的损坏程度 估价赔偿5000元 另外可以安排上门维修把门修好 也考虑到8500和5000之间的差价 对于外卖骑手不是一笔小数 他们会积极和物业沟通 寻求一个合理的赔偿方式 要把混件接着报道